這個困難 這個 進階資料篩選 呃 之後你就再也不會遇到任何 就是 你覺得困難的東西了啦 你們現在會不會覺得前面的東西就已經很難了 會嗎 學弟要不要給我一個反應 會覺得很難 啊你們大概通過綠帶多少 你們覺得寫出來 有辦法自己寫出來嗎 蛤 有點困難 好沒有關係 那今天 今天是最難的了 今天再過了以後後面都比較簡單 今天 你看到 到今天的上半節課為止 我們用的函數都不超過20個喔 就是 都是那20個函數組合起來對不對 所以就會很難 因為 因為你 因為你就是 什麼東西都要憑空自己組合起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今天這一節課的後半段 我就會開始教大家 用套件 之後大家學習比較像是 要什麼功能你就用什麼函數 要什麼功能你就用什麼函數這樣子 就前面是 就是我們這門課 前面是一個邏輯的訓練 所以我故意用這麼少函數做這麼多的事 可是之後 其實是有很多很方便的函數 可以直接去 可以直接去把這些事情做完 甚至包括這個寫網頁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喔 所以說 呃之後 會 之後會比較像背東西啦 前面比較像數學課 好 那我們來上數學課的最後一節啦 好那我們先把答案讀進來 好這個 Lesson 8 好你把答案讀進來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那份檔案嘛對不對 然後 呃 我們 還記不記得這節課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應該要 我們本來是 會找出有問題的人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 間隔小於 一個 呃兩個月的人對吧 可是現在我們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現在應該是想要把 這個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 呃 今天來然後隔一隔半月再來 再隔一個半月再來 我們應該是要把中間那筆刪掉 這樣資料就對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齁做這個東西齁這個 就是刪掉不適當的資料 你也可以簡稱叫就是這個 調整資料啊對不對 這個 讓資料好看一點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你 有效率的做這件事情真的是沒有那麼容易的事啊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一樣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先問一下大家 覺得應該要怎麼做 來趕快啊這個給大家加分的機會 有沒有 大家 開始 要先做哪件事情 要先做哪些事情 你隨便講一些事情都可以啊好不好 好今天等那麼少 我們一個一個點名給大家加分好了啦好不好 你看起來怎樣講話 先把人抓出來再來慢慢做 喔先把人抓出來再來慢慢做 這是一個方法 只是 只是好像 嗯 就是 可是你 最後還是得面對他 對不對 好沒關係 還是 加個分好了 來學弟你要不要講話 讓學弟先講嘛 來學弟先講 沒有任何想法 隨便講講什麼啊 至少下一行程式嘛 要下什麼 你們講出來就可以了啊 你們講出來就可以了啊 不是就是那一筆我就不要了嘛 你有聽懂嗎 就是我 我現在 如果我今天 我現在做了一次 這個上傳一次資料 然後一個半月就上傳 然後再一個半月又上傳 這樣我把中間那筆刪掉 是不是隔了三個月 這兩筆是不是都可以 或者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第一步 你得做什麼 隨便講點話嘛 好還是學長要先講話 Round date是什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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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程式 那一行程式 很奇怪的 喔 創造一個新的變相 嗯 這個是一個 這總是得創造的啦 很好很好 啊還有咧 來再來 趕快 我今天要讓大家都加分加到 再來之後 就不要很 就是什麼 喔到時候篩選他嘛 對不對 只是不知道要怎麼設規則 好 來 另外 旁邊的學弟你要不要緊張點話 對啊這就是我想問你的啊 好想不太到 沒關係啦 沒關係 學長有想法了嗎 還沒有任何想法 好啦好啦 研究生要不要發表一下意見 好 好啦好啦 大家都亂講一通 沒關係 欸 我很好奇這件事情 你們是不敢講嗎 你們至少第一部你們總得 有一些標準程序你們要做吧 比如說你總得知道人有幾個吧 你們為什麼不跟我講說 首先你要知道有幾個人 覺得太簡單了嗎 我 我不希望大家 我 我 我希望大家是覺得太簡單了 因為我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處理這種事的時候 無論如何 有一些標準固定動作 是一定得做的 只要知道有幾個人嘛 對不對 不然你回圈怎麼寫 所以我 所以我現在跟你們講喔 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從 我從 就是從我開始做資料處理到現在 我多大量運用了 Vector跟Levels這個組合 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用這件事情 因為我想要把它變成回圈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簡單啊 但實際上非常的關鍵 就是 無論如何 我得先知道有幾個人啊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無論如何 喔我們先創造個新變相 好這個沒關係 好我們 我們得先知道有幾個人 欸這個幾個人在哪裡 喔在這裡 在這裡我已經 喔原來我這邊已經寫有 Levels人了 好那至少 至少我 至少我 至少我可以這裡 這裡可以n.patient法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等於 好那注意 注意你們看我怎麼寫 寫語法的喔 我這樣寫完之後 你產生一個新變相了嘛 對不對 那下一步 我是不是要 我是不是要這個 我是不是要 我要I等於 隨便找一個人 我通常你可以用1 那你也可以隨便找一個人 假如你只要找第五個人 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 這個真的是隨便的喔 因為你照到你的語法 你在這邊寫I等於幾 然後你下面 只要全部執行 那它一定就可以run出來 對不對 好 I等於5的話 那我總得把 Subdata先抓出來吧 這件事一樣非常的關鍵 這件事一樣非常的關鍵 來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人的樣子 這樣子 這個人是我特別挑的翻例 這一筆跟這一筆 不符合對不對 但是你只要把這一筆刪了 其實它就符合了 對吧 然後接著 這一筆下去 這兩筆是錯的 對吧 這兩筆是錯的 是 這個是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思考一件事 你現在看到 你現在看到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先不要想怎麼寫程式啦 我們先不要想怎麼寫程式喔 我們可不可以講出一個 有邏輯的順序 去判斷 為什麼這一條是 這一條不是 然後這兩條又不是 講出一個方法 可以嗎 不要 不要想著程式喔 你用邏輯想 可以嗎 有沒有人要講話 好不然我再給大家更精確一點提示 第一筆鐵定是要的 第一筆鐵定是沒有問題的吧 第一筆鐵定是沒有問題的吧 第一筆鐵定沒有問題這個可以嗎 那第二筆我要怎麼判斷它有沒有問題 來 你看起來想講話 來請講 就是 就是 我現在用個回圈 第二筆和第一筆 對不對 然後如果它 大於60就沒有問題 那它小於60就丟了對不對 好 所以 第二筆要丟 對吧 好那第三筆 我要怎麼確定它有沒有問題 你要不要繼續講 第一筆和第三筆 那我回圈要 那我要怎麼樣 那其實你看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要比的 不是上一筆 我要比的是 上一筆 符合條件的 其實就是多一個 多一個小 多一個條件而已 我本來是要比上一筆 對不對 我現在變成是比 上一筆 符合條件的 那符合條件的這一點 這個事情 在哪裡記錄 在這裡是不是可以記錄 只要我這邊先放 FORCE 然後這裡填定 我要先讓它填上True 對不對 接著 這一筆是比上 上一筆 FORCE的 這樣可以嗎 我往前找 找上一筆 FORCE的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你一定要想到這一步 你才有可能去寫程式啊 這樣 啊我相信想到這一步 對你們聰明才智都沒有那麼難 這樣懂我的意思齁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筆 我們先給它填進去好不好 好 注意 注意你看我現在在用什麼東西 我現在是直接把 這個病人的 這個病人 滿足這個病人的條件 然後 然後 然後再做出這個 ROM DATA 它現在是不是 五個 五個都是NA 然後我再加一個 鎖引 第一個 等於FORCE 鎖引可以鎖引再鎖引 這件事情你要知道喔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的DATA 你看在這裡是不是有個FORCE 被我填進去囉 它被填在正確的位置 就是第五個人 第五個人的這一筆 這樣可以嗎 它已經被我填上FORCE了 好 下一個問題是 那我I已經用過了 我下一個鐵定是J回圈嘛 對不對 J J 等於2 我們J等於2開始好不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是不是 J等於2 J等於2 我這邊是用K 沒關係 好 J回圈的 J回圈是從2 執行到多少 是不是執行到 N DATE 執行到N DATE喔 為什麼 就是 我現在 我總是要知道 這個 這個人總共有幾筆嘛 這個人如果只有一筆 那我就 我就不用做了 對不對 但這個人如果有兩筆以上 我就要去檢查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注意 N DATE等於2喔 N DATE等於5 N DATE等於5 好 然後接著 J等於2之後啊 我現在要比較的是 呃 我現在首先要先比較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我現在要把上個FALSE的DATE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上個FALSE的DATE的範圍是什麼 1到 J-1之間 J是我現在要比的那個東西嘛 1到J-1之間的這些 這些 數字 這些DATE 最後一筆FALSE的是我要的 這樣可以接受 那我可以先選出 看著我怎麼下指令喔 PATIENT等於 LEVELS I LEVELS PATI FALSE的 然後 不要NA 不要NA喔 因為 NA的話就 NA的話我就 NA的話就不是我要的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 NA的就是我還沒比較的 所以 我透過這一行 我是不是可以篩選出 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 他現在是FALSE的DATE是哪一個 總共有幾個 目前是符合條件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注意喔 我在這邊下的條件比較複雜 好 可是無論如何 你應該聽得懂 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那至於條件怎麼下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這個 這件事情就是 你要 就是 反正你可以再去仔細想 你把問題拆解成這個樣子 你應該就有辦法去鎖引出它了 這樣懂我意思 好 接著 我要找最後一筆嘛 最後一筆要怎麼找 最後一筆首先我就要知道它有 這個向量有多長 對不對 這個向量長度如果是5 我就是要第五筆對不對 這個向量如果長度是5 我就是 我就是這樣寫嘛 對不對 這個向量如果長度是4 我就是這樣寫嘛 那我要怎麼用 那我是不是可以Lens FALSE DATE 這樣我是不是就拿到最後一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 來 在這裡Lens DATE等於這個東西 我拿到了Lens DATE之後 我終於可以拿DJ筆 DJ筆的DATE 去跟這個Lens DATE相減 後面就比較簡單了吧 對不對 所以關鍵在這裡對不對 我再重複一次關鍵喔 首先 你要先找出上一筆符合條件的 你可以先找出所有符合條件的 然後再找它的最後一筆 然後再找它的最後一筆 我把它拆開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先找出所有 你想要 你認為它是符合條件的 然後找出 找出 然後接著找出它的最後一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接著DIFERENCE我們就可以做了嘛 對不對 DIFERENCE 等於 這個東西 這邊 這邊 那我這邊改成K好了 好 DK比 減掉Lens DATE 這個 它的DIFERENCE告訴我是多少 57 所以是有問題的對不對 所以 我是不是可以把 這個RONG INTERVAL 在這裡 我這裡是不是可以把K填進去 K就是DIFERENCE 是不是小於60 是的話就是我不要的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注意我們這一行這樣 我們全部這樣執行完了以後 看著喔 我們現在看這一行 這次已經被我填入 True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我們再來 K等於3 我們K等於2已經做完了嘛 K等於3 我們再做一次 RONG FORCE DATE 我們現在看FORCE DATE 它是不是只應該有第一筆 是 對不對 然後 FORCE DATE裡面的最後一筆 那當然就是LESS DATE 當然就還是它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相減 相減現在DIFERENCE多少 181天 所以這一筆可以對不對 好 來 好 然後接著我們再來看一次 我們剛剛這個 欸 這裡是不是被我填入FORCE了 所以我們現在K等於4的時候 再做一次好了 K等於4的時候再做一次 來 這時候FORCE DATE 是不是就有兩筆 然後 我的LESS DATE 就是它的最後一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後面 我是不是就可以 相減 然後填答案 再看一次 這一筆 是不是就被我填入了處 所以 你現在 這樣子 我 我現在要包回圈 你們應該 你們現在應該不會覺得包回圈很難吧 這樣是可以WALK的嗎 包回圈怎麼包 來再教你們一次 FOR 小括號大括號 K IN 2 2開始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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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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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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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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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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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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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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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2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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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說 我們請大家 就是你打包回圈之後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好不好 那我現在要給大家 這個我們首先先讓大家真的親手做一次 欸 我希望這個樣子啦 就是有一些地方很難 難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是不是很難 我連續用兩次鎖印 鎖印的鎖印 這件事情你需要有很好的立體觀念 就是你才能夠說到 喔 我現在填到的是真實的位置 正確的位置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喔 就是 其實是可以這麼用的 只是也許你們之前沒有一直被強調這件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 那個 所以你們要學習這件事情 你們先把前面的過程再自己run過一次 我 這裡我會給大家非常多的時間 我 這個練習題我想要給大家30分鐘的時間 也就是說 你這30分鐘裡面 我希望你前15分鐘 或前20分鐘 你試著先把前面的這裡 前面的這裡先 執行完 這樣可以吧 然後 接著你再來想最後這一題 這一題是在做什麼 一樣 我們現在只有算日期差異對不對 我現在想要計算GFR的變化量 GFR的變化量一樣 就是 我希望這個日期的difference 跟這個GFR的difference 然後兩個相除 然後它的斜率不要超過2 如果超過2了我就要把那筆刪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一樣 我們給大家一些練習時間 謝謝 好 那 我們再來 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解法來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就是 我想要帶大家用另外一個方法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 而且我是重做一次 就是 免得大家覺得很困難這樣 我想要跟你們demo就是說 今天 其實程式寫法不只有一種 你們如果覺得我寫的方法太困難的話 其實有別種寫法 好 一樣 我們最開始 我們總是 我就不要看答案了喔 好不好 我們總是先 需要先知道 先把這個 data裡面的 這個 date 改成 n as date 對吧 這個沒有問題 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 我們要把 這樣做完之後 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的date 有一些 有一些會變成na對不對 這個之前我們就遇過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去掉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data等於 data裡面的 data 好 na 不屬於na的我要留下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 我需要取得 level patient 等於 levels 跟 factor的結合 這樣可以接受嗎 data裡面的 patient 好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得到了 我總共有幾個病人了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接著 我們 要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 呃我現在決定 決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把每個病人 分開 處理 我不要鎖癮 再鎖癮 這樣大家會覺得困擾 好不好 你們可能沒有那麼熟練 所以 我現在已經決定我要 我現在 總是我要挑一個病人出來 對不對 我們i等於 i等於5 我們一樣挑第五個人 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挑第五個人 我現在要直接解這一題喔 解GFR這一題喔 但是其實差不了多少啦 概念是可以共通的 好 i等於5這一題的時候 我們先 subdata 等於 等於 data裡面 data裡面的patient 等於 percent 10% level 點patient i 這樣子 到這裡為止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個subdata 這個subdata很乾淨啦 我們用這個subdata來處理 這樣好不好 好 那 subdata 我們現在才來加 wrong data wrong 假如說wrong這個slope 等於 false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要等於false 就是我想要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我做完這件事以後 我的subdata 是不是就產生了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已經產生了喔 好 下一筆 n.dat 等於多少 length nraw 我總共要做5比5次對不對 阿瓊第二次開始做 好 一樣 k k等於2 那 那 k等於2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先找出 所有 false的 所有false的data 所有false的data等於什麼 subdata 裡面 裡面 wrong data wrongslope %% false false的data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找出 所有的data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然後 我還要找出gfr 對不對 mdrggfr false gfr s 這樣可以接受吧 ok 好 然後 然後 我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要取最後一筆嘛 對不對 最後一筆怎麼求 last date 等於 false date的 最後一筆 這樣可以接受 然後一樣 我要 最後一筆 gfr 好 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相比有用的data跟gfr了 可以接受吧 好 那接著我們可以相減了嘛 對不對 來 一樣相減 data 等於 這個 dkb dkb data 減掉 lestate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 gfr應該也同理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兩者相處嘛 兩者相處 好兩者相處了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error 如果商傑克 你還記得的話 你應該有印象 這一個 他的第二個物件 不是一個 numeric 所以需要做一個處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這樣就可以相處了嘛 對不對 好相處了以後 我還要乘以 30 因為這才 這是現在你相處是日邪率 這樣才是月邪率嘛 對不對 等於 slope 這樣可以嗎 好那slope 大於2 或者是 大於2或是小於負2 就是有問題的嘛 那我們可以 用這個平方 平方小於4 這樣比較快 這樣比較快啦 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填答案啦 這個roll slope 的第二筆 第K筆啦 第K筆 他就等於 slope 的平方 他是否 小於等於4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這樣子我做完之後 這個 subdata 是不是 欸 欸 喔不不 是否大於 大於4 大於等於4才是違規嘛 大於4才違規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好 這看起來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然後接著咧 接著我是不是要包回圈了 我可以包回圈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包回圈來 4 K K要從2到多少 要從2到endate 對不對 然後接著我可以把它全部包起來 你們有沒有再次注意到我的程式是從裡面寫到外面的 不是從 不是從外面寫到裡面的喔 這樣子喔 不是從第一行寫到最後喔 從裡面寫到外面 好來 這邊 你要包挨回圈之前有一個重點 你現在有sub 你現在是用subdata對不對 原來data沒有改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產生一個list subdata list 等於list 然後我們把 subdata 我們在最後 回圈的最後 我們把 subdata 填進去到data list 這樣等一下我們這樣 阿半也就可以把它拌起來了 對吧 好 接著你可以包 i回圈了吧 4 i從1到 Length Length Level Patient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打包了 好打包 那我們全部執行 執行完了以後 你現在打開你的data list 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都已經檢查完了 欸 等一下 有一個問題我忘記了 這個endate它必須要大一點2對不對 這endate它必須大一點2喔 我才要執行這串語法 好 我們再來一次 好 你現在看應該 欸你看大部分都是沒有問題的對不對 我們來找 阿這裡是不是有一筆有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筆 哦 它上升的真的是很快對不對 這一筆刪掉了以後 欸 之後就都很正常了 都隔得夠久 這邊還有一個 很大幅度的改進 可是這隔了好久 隔了一年多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喔 好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欸 這個我們再找一下 還有沒有問題的 這兩筆有問題 這兩筆我們看 這一筆 欸真的是短期間內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然後這個短期間內有一個很大的降低 對不對 好可以接受吧 欸 那我現在這個list要怎麼把它組合起來 欸 上個禮拜 前幾天前幾個節課教過嘛 to call abide 然後list 這樣我就可以合成同一個 我就可以合成同一個那個 同一個 data frame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那這樣就可以出去囉 好 好 所以 這樣的整個流程 你們有概念了嗎 應該可以齁 好 那我希望 就是這一題齁 真的很難 啊我跟大家講 這是最後一題這麼難 所以我希望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如果回去 如果說還會有空的話 再想一下這一題要怎麼做 這題 這題會做的話 你會 你以後寫程式就不會害怕了 因為你基本上不太可能遇到比較更困難的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 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教大家用套件了 教大家用套件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你只要 你只要記住 要做什麼事 要用什麼function 要做什麼事 要用什麼function 在這以前 我們都用那20個function 全部 做任何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很痛苦啊 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那我們現在 要開始用套件了 然後我先教大家用套件 套件 我們要用一個叫data.table的套件 它的 它的這個 它這裡有一些說明啊 那我們不要管它 那我要跟大家講怎麼 安裝套件喔 來打開你的RStudio 在這裡 Package有個install 你可以點data.table 然後install 你就可以安裝了 安裝完了以後 你應該可以 Library它 如果你可以成功Library它 那代表你成功了 這樣可以啊 你看到這裡 它意思是有成功喔 如果你隨便打了一個 沒有這個東西 它會跟你講說 There is no package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 那我們先 呃你們先裝套件 你們用自己的電腦的人 先裝套件 裝完之後 我要給你看 它威力在哪裡 這邊 第六節課 有一個叫 Library data tool Library data tool 這個檔案 如果 你用 點csv read.csv 這個函數 來做 這個大家看我示範就好了 這個 Lesson 8 好 它是不是要1.57秒 是不是要很久 那我們來看用FRead 如果你FRead 是Data.table裡面的函數 我們同樣的語法 我們再就 我們用 我們用 把read.csv 感 FRead的就這樣差別而已 你們看到速度有差多少了嗎 為什麼差別這麼大 不知道 不知道沒關係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 假如說我們在找植樹的時候 有些人寫出來的語法速度就很快 有些人就很慢 你不需要去了解裡面的原理 你從現在開始你只要記住 有一些函數就是執行的比較快 假如說我不可能教你去解 read.csv 這個函數裡面是怎麼做的 實際上我跟你講 read要在 R元裡面要把檔案讀進來 你一開始一定是讀那個bit 對不對 然後你必須 每32個bit 打包成一個文字 就是把它解析成文字 解析完文字之後 它的原始檔 它的原始檔 大家如果看 大家看一下這個原始檔 大概都是長這個樣子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其實都是用逗點 逗點去分割 所以其實在R元裡面 要解決 要把檔案讀進來 你要變成你的table的格式 你其實要先把文字 變成文字以後 然後再去分割 把它變成table 所以這處理的過程 當然是會有點花時間 所以你這邊只要知道 Fread讀的速度超快 這樣就夠了 反正它處理得很快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這樣子 大家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看 讀檔你就有 read.csv 跟Fread 那你知道Fread比較快 以後你就用Fread就好 那你就 但是你要記住 你要用套件 因為人家寫好的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檔案啊 它其實 並不是完全一樣 這個 data2這個檔案 你問它class 它是一個叫data table的一個 格式 那class class1的話 它是data frame 這兩個格式 不完全一樣啊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一樣的話 你需要在這邊 給一個額外的指令 叫 我不要讀成data table 我不要讀成data table 一樣不會改變多少它的速度啦 它的速度還是會很快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不重要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兩者 可能還是不會完全一樣喔 他說什麼 collection data 不是一個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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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咧 因為你的read.csv 你這裡沒有給它 string as factor default default是fault 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讀的話 兩者答案就會一樣 all 點 我們直接複製好了 all.equal 欸 還有很多是 還有很多是不一樣的 好沒關係啦 這個 這個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不一樣好了 來data1 data2 原來是上午這裡沒有讀好 好沒有關係啦 這個 這個小細節 這個小細節啦 好不好這個 這個 encoding的問題 這個 這個 這個如果你讀的是英文 你就沒有問題了 好不好 那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 欸除了 write 我們還有寫出檔案 我們是用write.csv嘛 對不對 好跟大家講 fwrite也可以大幅度的加速 好 這個 我就不demo了 大家只要看到這個速度差多少 同樣都是寫出某一個檔案 速度它其實是可以差幾十倍 你現在這個檔案還小 你可能會覺得差個一秒我差嗎 你的檔案如果是用t來算的 哦 那就差很多了 這樣等我一下 好那 在R元裡面如果你想要寫檔 的話 一個最好的方法是用save跟load這個函數 save這個函數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save這個函數 save完了以後 你應該會在你的這裡可以找到一個 可以找到一個.r data Novement 4 就是 這個今天對吧 就是 你把它全部清空了以後 你還可以再把它讀回來 欸你看到了嗎 這邊你又讀回來了 注意 你可以打load load load你的路徑 你就可以把它load回來了 所以save跟load是另外一種儲存的方式 我個人比較建議 如果你的工作環境都在R元裡面 請用save跟load比較好 因為save跟load是直接保存R的物件 你想要存list也可以 這樣的東西是嗎 那所以說 它可以把任何物件存出 而且不會改格式 好那我要給前面這些 基本的練習 你可以很快的run過一次 這個花不了你太多時間 但練習了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練習了在做什麼勒 你現在已經知道套件很威了對不對 好我現在想要希望 你想要把 我希望你把圖讀進來 圖片讀進來 在這以前我沒有教過你怎麼讀圖片 對不對 好 請你Google R Display Image 你Google的話你應該可以看到這裡啦 好啦應該 這裡應該會有一個這個就是 這裡應該會有一個answer 好那這裡請你試著 把這張圖片 你把圖片讀進R裡面 什麼意思咧 我們先看 我們就不要看答案了好不好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在R園裡面 讀出這張圖片 好不好 那 你可以試一下啦 你可以試一下到底要怎麼做 好不好 那你如果JPEG會讀了 就改讀PMG 試試看多試幾個 這一題啊 應該 十分鐘就要解決了 我給大家十分鐘的時間 好那我想 就是 基本上 用套件應該不難啦 就是你只要先 安裝它 然後Library它 接著你就是複製貼上就好 那你要怎麼改程式呢 主要就是這一段嘛 對不對 這一段其實 這樣你是不用改的 你這樣直接 Run 你應該就可以出來 可是問題是啊 這一段 這一段 是不是一個 圖片的路徑 這個是它 去讀它Default的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讀Default的檔案 它這裡 它這裡 這個 我怎麼這麼做的咧 我其實是 去問號 read.jpg 你可以看到這裡 是不是就有這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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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數 的一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下面會有一些example 好 我現在 我現在大家可以不用管這個事情啦 就是大家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如果 發現你想做什麼事情 你不太會做 你可以上網找 那上網找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手錄群 而且很容易 你只要複製貼上就好了 改成你想要的東西這樣就好 好 所以說 我們前面做了那麼多邏輯訓練 其實以後可能關鍵你還在上網找答案 只是說有時候你真的找不到的時候 我希望你不要害怕 其實都是可以解決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基本上今天上課上的差不多了啦 今天是一堂非常難的課啦 所以說 我花大量的時間在給你練習 之後就不會那麼難了 好 那個 我們 舉例來說我們這邊 裡面常常會用到一些組合函數啊 舉例來說像 Factor Levels跟Lens 這個我們常用的嘛 對不對 這我們要知道總共有幾個類別的時候我們常用 這樣子 語法打起來也很麻煩 為什麼麻煩 因為 跟我們思考的順序不夠直覺 我們應該是要先Factor 再Levels 再Lens 可是我們打語法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很順的打 是不是你要這樣Lens 然後Levels Factor 就是你要先把它反過來想 你才有辦法打出來 不然如果你先打Factor 好Data1 TestIn 好然後你還要 你還要這樣反回去打很累啊 對不對 是不是不好 不好 不好打也不好看 怎麼樣可以好換呢 我們來一個比較好的方法應該是這樣 先Factor 再Levels 再Lens 對吧 可是這樣子 也是不好打 然後 也會儲存很多垃圾物件 有時候它不垃圾啦 有時候Levels我們會要用 有時候它不垃圾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呢 有喔 來有一個 你可以用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用完了以後 你會發現 欸它其實可以這樣打 % 大於% 把這個丟到Factor 然後再往 丟到Levels 再丟到Lens 基本上啊 我自己在打程式 我都是用這個套件在打 因為它好毒啊 你們看這樣子 你看你這樣子是不是 好打多了 你看喔 Data 1 Testing % 大於% Factor Levels 這樣是不是打起來方便多了 所以我鼓勵大家都用這個套件 因為這樣會讓你的程式好毒 你只要習慣了以後你會好毒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 它可以加 它可以不加小括號也可以加小括號 也可以加點 為什麼要用點呢 因為有時候 你的函數可能會有額外的參數 這樣Factor它當然是沒有參數 但有時候會有參數啊 就來說假設你有一個自己定的函數 XAB 這F這個函數就是 你輸入三個數 一二三 它就會給你一個 A乘以X平方加B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函數 你可以把它 1到5 然後你丟點 就代表1到5要丟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出來的答案是這樣 如果你點在這裡 它出來的答案就這樣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你也可以 同時丟三個點喔 這樣可以喔 好就是 你可以用點去標記說 到底你前面那個東西 要往後面那個函數的哪裡丟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這很容易的事情啦 只是 要你們習慣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習慣整體而言是好的 還有很多 特殊的運算符號 這個我不特別介紹啦 就是 這樣的意思是 A經過 add1了以後 再把它回傳回A 這樣它就變2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我不喜歡用 我只是告訴你 以後 如果你在抄別人程式的時候 看到這個東西不要害怕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跟大家講 因為你們現在要開始抄別人程式了吧 你們慢慢會發現 別人的程式其實都是這樣寫 一定都是用%大於%這樣寫的 因為真的比較好寫 好 那 還有一個%前號% 這意思是Data1裡面的test name 而本來是Data1前號test name 可是這樣看起來還是太 還是太就是 還是不夠的分離 你看這還是一個組合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用% 前號% 把這樣的東西給索引出來 好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你看這裡 你可以把這些地方都改掉 你可以把這些地方都改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而且速度也會變快喔 好這裡我就不Demo了 這裡我就不Demo了 好 好那我想今天上課 差不多就上到這裡 好不好 那主要 我希望大家 就是這個東西 你想用或不想用都可以 用了會比較方便 但不用其實也不影響你的程式 就是你的程式雜物多一點 我在後面上課的時候 原則上我也不太會去用這個 因為大家不熟悉 可是 如果你慢慢會寫程式了以後 你會慢慢發覺它的好 所以這個我不會給你們練習題 你們今天課程的重點就是 你們會使用套件 加上 你們會 做好很好的資料整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那我們現在的課開始會教大家畫圖啊 這些有什麼沒的 那 都會很 就是都會是 要做什麼 然後就這個 就需要用什麼函數 所以之後的課程喔 也許你的筆記本會拿起來 就變成 喔這個 這個function是做什麼事 這個function是做什麼事 也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課就上到這裡